今天用什么题目来跟大家分享呢? 能够一切随缘比什么都好? 这个就是要跟大家来分享 我为什么要随缘 我为什么要放下 世间很多事啊 说实在的 有一些人为什么生活会很苦 睡也睡不好 吃也吃不饱 每天活着很烦恼 忧虑 恐惧 害怕 什么原因呢? 我可以用一个字来形容我们的人生 这个字是什么? 放 放下的放 放松啊 放心 放下 因为我们 一般人 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件事 一般人真正念佛求生净土的 是三年 是三年 真正要求生净土的 是三年 你看那个净土 圣玄录里面 大部分 大部分友谊 但是为什么他们在这个净土 但是为什么他们在这个净土圣玄录 是否 我自己本身有时候不知不觉 最后被这些境界又迷惑了? 所以祖师大德告诉我们 我们不怕念起 只怕绝齿 你念头起来没关系 第二个念头阿弥陀佛就压下去了 我们就是疏忽这一点 境界一来 比任何人更执着 更计较 你说你在修行吗? 所以我们今天到这个佛堂里面 一定要万言放下 所以我常常提醒大家 把你们的精神 意志 集中在这句阿弥陀佛名号上 只要你把你的心放在这句阿弥陀佛 你都能够成就的 所以这些祖师大德 做给我们视线了 他们怎么放下呢? 每一天放 有多少放多少? 一点点的放每一天 把心里面的一些烦恼 每一天能够放多少就放多少 所以三年圆满了 他自在 要留就留 要走就走 他们是这样修来的 那我们呢 遇到什么样的境界 你看 执着 计较 种种的 比任何人 更严重 很可惜啊 释迦牟尼佛都能够悟出这个道理 为什么我们不能悟出这个道理? 人生真的很苦的 如果人生不是很苦的话 释迦牟尼佛在弥陀经 为什么? 四次连续的劝导我们 而且十方一切诸佛如来 都劝导我们的 那阿弥陀佛为什么建立西方解释世界? 就是知道明白 这个道理 你看 我们每一天为了这个身体 做这个身体的福利 你说呢? 所以你花很多时间 要来照顾这个身体 照顾不好 会带来很多麻烦 你说呢? 苦不苦? 不苦啊 师父 很幸福啊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